完美魔法寶 美 即使需要訣竅 完美魔法寶 為你打造美的城堡 完美魔法寶 即使你我都很需要 完美魔法寶 為你打造美的城堡 完美魔法寶一定可以為你打造美的城堡 那麼這節節目當中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選美的一些注意事項 那我們邀請到了同樣是我們洛杉磯鼎鼎大名 而且是我個人的仰慕者 我在崇拜他啦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真的是超有儀態的 而且在洛杉磯是很多選美大會的指定美姿美衣的老師 我們的施雅婷老師 我們的Creammaker 嗨 寶兒 嗨 大家好 我是施雅婷 對 老師 我們在這邊要問一下 因為現在的選美超級多的 真的是很多 那麼有很多人想說我要參加選美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準備工作呢 比如說才藝啊 比如說美姿美衣是不是跟我們講一下 OK 準備的工作呢 我們從報名的那個時候開始就要開始準備了 是喔 從報名的時候 對 你看你報名到真正上台比賽 大概有兩個月到三個月的時間 但是兩三個月對一個選美 準備一個選美來講的話 並不是很長 對不對 所以我們報名開始就一直到就開始準備了 那要準備什麼呢 要準備什麼 千萬不要去減肥 為什麼 你怎麼知道大家最想要準備這個 因為這是第一點 每一個人說 哎天啊老師我要去減肥 這邊不對 那邊不對 我告訴你就開始 注意你的飲食 注意飲食 讓你的肌肉比較firm一點 比較緊一點 但是千萬不要去做很多手術上的減肥什麼 抽脂 對 因為絕對來不及 絕對來不及 還來不及 不是你瘦的來不及 你沒希望了 不是你瘦的來不及 那一抽脂馬上會瘦 但是問題是說你的recover 然後你這中間 皮鬆垮了 對 你這中間呢還要去訓練 還要去做禮服 然後他們如果還有才藝表演的話 你還要開始準備你的才藝表演 那你要開始找你的化妝師 你要去試不同的化妝老師 不同的髮型師 然後哪一個對你是最合拍的 對你的五官能夠做得最好的 最凸顯 最近會有什麼選美 OK 現在就是我們差不多9月底10月了 那這10月當中呢 我想最近最目前有一個選美 而且是比較好的 比較 不要講好 比較正式的一個選美 就是華富小姐 華富小姐 Miss Chana Tao 我覺得Miss Chana Tao的選美 是一個算不錯的選美 蠻大的 蠻大的一個組織 對 一個組織 而且她去選的那些 選美的家裡呢 水準都不錯 那Miss Chana Tao 我想要就是說 不只是外表 她們也非常重視你的學歷 你的經歷 學歷 經歷 經歷是要什麼樣的經歷 經歷就是說 比如說你做很多一些服務的 義工方面的 對對對 而且我想最主要是說 你一定要有一顆很善良 很溫柔的心 是齁 那老師今天也帶來一位學生 對不對 對 我今天帶來一位 也是我的德藝門生 德藝門生 對 好 她現在要幫我們做一下 妳的髮型 嗨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Celine Lennartin 我十五歲 我十五歲 我代表印度尼西亞 為Miss Teen Asia USA 2008 哇 恭喜 那妳可以站到後面來一點 好 那我們稍微請我們的Celine呢 可不可以往前走這樣子 然後轉一圈 就是轉一圈 轉一圈 好不好 讓我們看一下優雅的姿態 來 GO 哇 你看看 不僅是參加這個選美 她參加過非常非常多的選美 因為我們知道Celine呢 她就是比較國際化 International的 比較國際化 所以她 我安排她的選美的方向計劃呢 就不只是往中國人的 所以每一個人不一樣啊 我以為說大家都可以一窩蜂的去擠那一個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所以呢 當家長帶小孩子來看我的時候 我就會針對不同的小孩子 她的不同的性向 然後她做一個完整的計劃 所以為什麼說 我說學生以前要一個Interview 跟父母親一個Interview 就是我必須知道 我們這個 家力是應該走哪方面 對 應該走哪方面 適合什麼 對 所以我幫Celine 企劃的是比較International的 所以她去參加過很多 美國人 外國人的選美 哇 太棒了 那我們要問一下Celine 為什麼會想參加選美當初 我也會學習台上的酒 跟我要交多一點朋友 選美大概有分哪幾個階段 選美我們想 我們有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現在很多選美都會一個Opening Dance 這是一個流行的趨勢 那我就不誇了 很多選美現在我們都是希望說 有一個Opening Dance 所以每一位嘉年就會跳舞 這是他們另外一個才華 就像Celine在這方面就沾了很大的光 因為她跳舞跳得很好 對對對 所以我們會一個Opening Dance 然後再來就是自我介紹 穿不同的衣服 比如說是那個休閒服 休閒服 對 初來自我介紹 再來還有禮服的部分 那有泳裝嗎 泳裝要看你是哪一類的選美 我想如果選Supermodel的話 一定要有遠裝 Miss Chinatown也有泳裝 然後有像這個 很多東西也有泳裝 但是有一些選美 據我所知他們比較不讓嘉莉穿泳裝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說怕家長擔心說太撲光了 對對對 真的有一點 因為會有一些 尤其是像我們很多中國人方面的選美 他們都沒有 但是國際的話好像都會有 一定要 國際的話一定要 像我去參加過韓國跟日本的選美 他們一定有泳裝 我問你身材怎麼樣 他們就是會你讓穿泳裝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不錯啦 也OK啦 其實在國際方面來講 可能是中國人有一點點太保守 保守 其實 doesn't matter 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在這裡呢 要請問老師一個 比較尷尬的問題 就是我聽說過就是 選美有很多像是勾心動腳 像剛才曾經講說 有認識很多朋友 可是呢中間就有 好朋友有分好朋友跟壞朋友嘛 對不對 你看 他就馬上笑了 欸 欸 有蹊蹺 就是說如果說 像我們去選美的時候 遇到一些壞朋友 會跟你勾心鬥腳啊 對你不好啊 罵你啊怎麼辦 有時候小孩子他們有時候被欺負了 怎麼樣他們不敢講 會給媽媽講 那我想這個時候家長呢 就要有一點點 看事態如果是很嚴重的話 就跟大會直接反應 不要直接去找那個 不要直接說 哼 你踢我一腳我就中你一拳 這樣子就不對了 對對對 千萬不要直接去找那一位 你覺得可能是他在欺負你的那位家裡 下一節的節目呢 會帶來更精彩的內容 不要走開喔 馬上回來